所以你說性向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是我覺得不好 我喜歡告訴別人 原來有幾十萬一件衣服的 你說我小的東西好什麼都好 我的同事其實很喜歡 我進來其實我打算吃一口而已 但你是一口都不想給我吃 連我一口你都想吃奶 那Sorry 不好意思 我整碗都要吃完 我只有一口都不會給你吃 我的鬥心是這樣 54歲向展鵬 是今年中年好聲音2的參賽者 他在保險界任職資深總監 年薪過千萬 不過最令人有興趣的是他的姓氏 但他就說這個姓氏帶給他 比多於你 不好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保險 我都沒有告訴別人我姓向的 我做這麼多年單 現在是做了資深總監 我不用特別做什麼生意 但以前我做agent的年代 我從來都不會講性向 因為我不知道別人覺得我好還是不好 因為以前的年代 我小時候的年代 我小學讀喇沙 那個年代是 別人一講性向就是你很惡 惡人 那時候的叔叔還沒拍戲 現在可能會說我想拿劉德華的簽名 你可以幫我拿誰的簽名 會問這些 以前會覺得你很惡 有個小學的同學 我絕交 是很friend 最friend 他就說你原來我家裡姓向是家族的 他就說我爸媽說你們不正當 叫我不要跟你來往 有這些的 我從小都有 所以我做保險 我從來都不會說我姓向 因為我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但我的同事 永遠跟我這麼多年 每個人都說我老闆姓向 然後第一句就是我老闆姓向 什麼什麼很厲害的 又不靠家的又什麼 他們又這樣說 但我自己就從來都不說 我叫Jeffrey 我叫Jeffrey香 你就當我姓香 我又不會說我向 所以你說姓向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是摸得不好 反而是很多人有色眼鏡去看你 就算我今次參加比賽 那些人都有兩批 有一批有些人對我很好 有些人對我一般 或者怕我性 或者我不笑的樣子很cool 是不是很怕我會斬他 總之我都會覺得都有分的 有些就是很覺得你姓向 我先跟你聊聊天 你什麼啊 向展鵬你怎樣怎樣 很開心的 有些就是全程都不會跟你打招呼 到他去過TVB都很多次 是當不會這樣 有些會 我問了媽媽先的 我問了媽媽說OK 然後我問你爸爸吧 不知道他 我說你覺得行不行呢 他說很難說 你爸爸的性格 你知道的 5050而已 看他開什麼 誰知道我上房問他 爸爸我想參加中年好星 他說那就參加 就玩一下 這樣啊 反而我弟弟妹就很反對 他覺得不適合我娛樂圈 他覺得我做了二十多年保險 我是一個保險人 應該是做保險 做這些事 還有可能我覺得 可能娛樂圈你始終可能有記者 可能怕會被人攻擊 或者我受不住 因為有時候我做保險 我都經常被人攻擊 因為由第一天開始 人家已經知道我性向做保險 我不會賣報紙而已 記者不會寫我而已 但是公司同事會唱我 由第一天開始就已經說 你不用做了 你家裏幫你了 你大反了朋友 你什麼什麼 其實我都說了 我十三個叔叔 我媽媽排第十 我做了二十多年保險 全家族 你想想我多少堂兄弟表兄弟展會 那些 不多過五張單 最大的一張 十三萬港幣一年 其他那些是一兩萬港幣一年 兩三萬一年 即是我靠那些去拿頭 做保險厲害 可以拿到這麼多獎杯 是不可能的 那裡加起來 是半隻獎杯都拿不到 不開心的 開頭還沒調節到的 我被人叮的時間 我唱了半首歌 他叮我 接著就 給了一點點評語 但是我不是很同意他的評語 那我是有點不開心的 那海選的時候 那我就多謝 都有禮貌 多謝這樣走 另外一個評判就好一點 那評判就 那個就是代評判來的 這個就是真的 你經常在電視上見到的評判 都免得開名 那他就很好 他突然間就拿起咪 那我叫他拿起咪 那麼大動作 那我就停一停 聽他講什麼 不是 我又覺得你唱得挺好 又挺喜歡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覺得又挺開心 即是給我一些支持 那所以 開頭是沒習慣 所以我中間有試過兩次想退出 有兩次想退出 是因為評語不太清楚 對 評語 然後開始傳媒留意到 然後很多朋友留意到 WhatsApp我 有些十年沒見 二十年沒見的朋友 都找回我 然後說見到我 電視又怎樣 加油 其實某程度是壓力 都是很大的壓力 那我個人是做開保險 其實壓力對我來說是 nothing 基本上 但我自己處理的事情是差一點的 即是如果你一次過給我一個壓力 我可以處理 你一次過給我五個壓力 我可能要兩三日 三四日去消化 我當時那幾天 我消化不了 就是有這個意念 不如退出 趁現在都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不要玩 但現在就反而我覺得 去到現在我玩了那麼久 我又覺得我又不會不玩 是不是 即是等於我當時做保險 我自己想 你們個個都想我不做 究竟你是想拿了我的生意 還是想拿了我的agent 我的下線 你們個都這麼不抵得我 即是 我明白保險是一碗飯 那時我自己這樣想 是一碗飯 我進來其實我打算吃一口 但你是一口都不想給我吃 連我一口都想吃奶 那sorry 不好意思 我整碗都要吃完 我只有一口都不會給你吃 即是我的鬥心是這樣 即是你越不想我做的事 我就越做得厲害給你看 剛才你也說 可能你之前做保險 你都不會交代給別人聽你吃香 那你認識的話 你怎樣都會說到 你怎樣 即是 令別人 沒有那麼害怕 因為我剛才上來問我 有什麼人可以問的 你知不知道外面有什麼打仇 隨時進來衝進來 我老師都說怕怕的 他要見到我才肯嫁我 他說聽到我姓響 他說我怕怕的 我真的見了面 真的要跟他坐下來 在酒店見一見面 他覺得我人OK 他才肯嫁我 即是真的 其實都幾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 絕對不方便 OK 不是看什麼時候 有時候可能很方便 因為IG我已經放了2000多個 我只是放IG的近年 這兩三年 我放了2000多個帖 有很多帖是放一些 比較誇張一點的東西 漂亮一點的東西 可能漂亮的錶 漂亮的斜 漂亮的手飾 就是漂亮的袋 我很喜歡放在那裡 跟別人分享 或者你說我曬東西都好 我真的覺得很喜歡那樣東西 我才買 我便放出來 哇 一報海選之後 我馬上全部刪除了 由2000多張照片 刪除到只有100多張照片 即是剩下100張 為甚麼 免得被人攻擊 否則人們又說你攻擊 又說你 又浪費命 性向就是這樣 又說這些 你說的就是那些 那我減少 那現在我想 那形象很重要 為甚麼會放一些 譬如IG 微信 這類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 我一向的生活都不錯 那我自己的家裡 不錯 那我自己做保險 又賺到錢 那我做一些東西 我用的東西都會很漂亮 我喜歡告訴別人 原來有幾十萬一件衣服 那就是說 你說我小的東西好 甚麼都好 我的同事其實很喜歡 因為我有很多同事很年輕入學 可能十八歲 有些二十多歲 可能真的未出過國的 在香港 或者大學生都未必是 可能環境又一般 他們真的沒有話說 但是我放得多這些東西 他們會偷用我的 即是道用我的東西 即合法地道用 即用我的東西說 你看我老闆那些東西 多漂亮 甚麼甚麼 或者我帶他們去漂亮的地方 吃飯 或者甚麼 那他們會很多時候 我會放很多很漂亮的 吃飯的地方 去到那些酒店 那買真的漂亮的東西 即出來是漂亮的東西 那其實有一班粉絲 即是我現在都 IG我都是玩了兩年左右 我都六萬多個粉絲 Follow us 那都不算少 六萬多個 然後現在還給我藍剔我 剛剛最近 那我覺得 我其實是想著是這樣的 其實我不用浪費 但是 現在我覺得形象好像比較重要 免得再 即是不想加深被人攻擊的東西 我就算現在去TVB 我也是參加比賽 我也是 我現在接受訪問 我會穿貴一點的衣服 漂亮閃一點的鞋 但我比賽是全部不會的 即是全部是很低調 一定都是漂亮的東西 但你看不到牌子 是那些cutting很漂亮的 我就穿西裝 我訪問 所有訪問我就穿白色衣服 所有在TVB那些表演 就是西裝外套 然後就原領T 白色的原領T就是這樣 甚至低調 是啊 我連 譬如我手錶 我今天訪問 手錶沒有戴 我只戴一隻 戴一些漂亮的 我自己喜歡的那些 額 我只會這樣 如果去TVB我就不戴 但我會選擇 可能會戴個扣針 因為衣服 可能會戴個扣針 或者戴個吊咀 我現在不是試過很多次 我只是戴過兩次而已 機會都是 那你開車去挑的 那你開車去挑的 我那天港姐就開了Rose Royce 哈哈哈哈 我其實有計劃的 因為我平時說 我是拍裏面的 我是嘉賓來的 我去看表演的 那會有停車場 寫下我的車牌 就進去 但是 今次是我要拍街 還有我兩點前 要回到TVB化妝 那我要11點才可以走 那要拍幾個小時 九個小時 九個小時是抄硬牌的 那我打算拿個漂亮一點 去搏一下他不抄 哈哈哈哈 不是 真的很幸運 真的沒有抄 是的 我已經跟那些人說 今天希望抄三張 應該不要多過三張 那怎知道 真的不知道是否下雨 還是什麼 就真的幸運沒有抄 我平時就有司機 那天因為星期日 星期日司機放假 平時我只是找司機 只是普通車 那天我特意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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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